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当我们直面生存、死亡和爱 哪一个会是你最终的选择 英国作家克乃尔·麦克福尔 在他的小说《百度人》里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想,每个人都会在这儿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克莱尔没有做出回答 但给我们讲了一个穿越生死轮回的故事 故事里,普通女孩狄伦因为遭遇意外 灵魂飘出身体 遇见了他的百度人,崔斯坦 在充满坎坷的人生里 在无法左右的命运里 狄伦和崔斯坦共同成长 学会了爱与勇敢 最终他们成为了彼此的百度人 重回人间 在他们的故事中 克莱尔用四句话 道出了生活的真相 这堪称人间清醒的四句话 读懂了便会受用一生 人生是一个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过程 从我们降生的那一刻起 就要面临各种失去 也许是一件心爱的玩具 也许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也许是爸妈的陪伴 也许是相交多年的好友 就像百度人里的狄伦 小小年纪的他 就不得不面对生活里的各种失去 五岁这年 父母离异 性格强势的母亲 带着他独自生活 从此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画面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母亲的歇斯底里 和求全责备 不仅如此 要强的母亲 从来不让父亲踏入家门 更不接受他一分钱的救济 母女俩的日子捉襟见肘 狄伦觉得他失去了很多快乐 幸运的是他认识了凯蒂 友谊宽慰了他年幼的心 可是好景不长 半年之后凯蒂转学走了 狄伦再次为失去朋友而难过 克莱尔在书中写道 人活着就会失去 失去是人生的常态 就像月有圆缺 花有开线一样 人生也是有得有失 记得前一段时间 一个60岁的老人在网上走红 他的故事被网友们称为现实版的活着 他自小父母双亡 起而早逝 兄弟三人 也只剩下他和智障的弟弟 偶然的机会 他出现在了一则交通记事节目中 当交警看着他和一条狗坐在堆满木材的三轮车上时 询问他 万一出了事 家人不担心吗 老人凄惨的一生才浮出水面 说起这些往事 老人面带微笑 语气平静 交警很困惑 问他经历了这么多 为何还能面露笑容 老人回答说 向前看 面对失去 我们往往痛心疾首 但是 作为拥有的对立面 失去 无时无刻 不再平衡着我们的人生 我们从失去中成长 更懂得珍惜所有和热爱生活 而 这片荒原是你心向的投射 在克莱尔的笔下 狄伦虽然失去了很多 但从未失去对生活的热情 比如 他很想见爸爸一面 并为此付出努力 在迪伦软磨硬炮之下 妈妈终于同意他去阿伯丁找爸爸 他满怀期待地 踏上了开往阿伯丁的火车 没有想到 火车行至隧道时 发生了交通事故 迪伦费劲地爬出了隧道 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救护车 警察 救援队 只看到一个黄头发的少年 在不远处冲他微笑 少年名叫崔斯坦 一个灵魂的百度人 他告诉迪伦一个悲惨的事实 他不是唯一逃出来的 而是唯一没有逃出来的 崔斯坦还说 他将护送他穿过这片荒原 到达灵魂之家 面对死亡 迪伦显得异常的平静 他没有抱怨命运 或者表达愤怒 而是对眼前所见充满了好奇 他问崔斯坦 荒原上怎么全是上坡路 远处的山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荒凉 崔斯坦说 都是因为你 你的身体是你心向的投射 这片荒原也是一样 你爬出隧道时 心里想着 身处一个偏远多山 荒凉的地方 所以 荒原就成了这个样子 你不爱锻炼 只要一直走路 就觉得是上坡路 感觉很累 所以 这里也全是上坡路 物随心转 尽由心臟 每个人看到的世界 都是内心的投射 你心绪惨淡 你的世界就暗淡无光 你心向阳光 生活就会春意盎然 正如叶佳寅先生所说 只要你有活泼的心灵 处处都是生活的情趣 叶佳寅先生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 穿裙子的女士 她是绯闻中外的学者 教书育人七十余年 更是在94岁高龄的时候 把全部财产捐赠给了南开大学 叶佳寅给人的印象 一直是温文尔雅 乐观坚韧 她能在诗词中 感受生活的美 也能在生活中 感受失忆的美 但了解叶佳寅的人都知道 她一生坎坷 经历过很多的磨难 她生逢战乱 家道中落 母亲早亡 父亲失散 后来远嫁台湾 又陷入牢狱之灾 几年之后 总算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丈夫又是一场家暴 极致晚年 她又经历了女儿女婿 丧生车祸的悲剧 她的生活本是一片荒芜 却因为她心向美好 心存善念 生活才有了起色 她像一颗种子 命运把它落在哪里 它就在哪里开花 生活里有太多无可奈何 既然左右不了命运 就试着调整心态 改变心情 当你的心境变了 一切都会不同 这点在狄伦身上 同样适用 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 狄伦选择了接受 并开始享受 和崔斯坦相处的时光 三 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特的 都各有各的美德与过错 作为百度人 崔斯坦是个有故事的人 在狄伦的请求下 崔斯坦开始 讲一个令他最为难忘的故事 二战时期 曾有一个叫做乔纳斯的纳粹士兵 刚讲到这里 狄伦就粗鲁地打断了崔斯坦 因为他一听到纳粹士兵这几个字 就气得牙痒痒 但崔斯坦说 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特的 都各有各的美德和过错 言下之意 是请狄伦放下偏见 把故事听完 这个叫做乔纳斯的人 是波兰集中营里的普通士兵 他讨厌战争 更讨厌集中营 但他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 一天 长官命令他枪杀一个老人 只因为老人摔倒时 不小心蹭了一下这位长官 从不敢违抗军令的乔纳斯 拒绝了这次任务 结果是他和老人一起被处死 崔斯坦说 乔纳斯是他遇到的最可敬 最高贵的灵魂 迪伦听后 为他之前的偏见 表示了深深的谦意 《哪吒之魔童将士》里 有句著名的台词 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 任你如何努力 也无法搬动 我们很难放下扎根于内心的偏见 因此我们常常被偏见一页账目 曾看过一个名为不中看的美食的纪录片 其中有这样的一幕印象深刻 部分美国人对中餐进而远之 原因竟是他们以为中餐都在使用味精 吃了之后会食物中毒 即使陶仁街的中餐厅一赛声明 绝不使用味精 但这些点还是令不少美国人望而却步 后来 一位韩艺大厨做了个有趣的实验 他请来不少美国人座谈 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焚发了一些含有味精的小联石给他们 最后的结果是 所有人都安然无恙 片子里专家解释说 味精并非中国特有 反而是美国使用最多的食品添加剂之一 很显然 让美国人谈虎色变的不是中餐厅的味精 而是他们心中的偏见 英国作家维赫兹里特说 偏见是无知的产物 正是因为认知不足才会被偏见左右我们的判断 放下偏见才能看到更好的世界 遇见更好的人 四 每一个镌刻着爱与善意的灵魂 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败毒人 莎士比亚曾说 爱可以创造奇迹 这句话放在狄伦和崔斯坦身上再适合不过 他们一路走过沼泽与石府的魔鬼搏斗 度过怪物出没的湖泊 在朝夕相伴中深深地爱上了对方 遗憾的是 崔斯坦护送狄伦到达了灵魂之家之后 不得不和他告别 他必须回到荒原继续当百度人 这是他逃不掉的命运 但接下来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狄伦为了崔斯坦甘愿冒着彻底消失的风险 重新回到充满魔鬼的荒原 他听人说 如果成功了 他和崔斯坦又重回人间的希望 走回荒原的每一步都危险重重 但崔斯坦在狄伦心中留下的爱与善意 成为了他克服恐惧的信念与力量 最终狄伦成功了 他的灵魂回到了身体 而崔斯坦也从荒原来到了人间 结束了令他苦闷的百度人生涯 他们因为爱成为了彼此的百度人 一起得到了救赎 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 谁会是你灵魂的百度人 关于这个问题 克莱尔说 每一个镌刻着爱与善意的灵魂 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百度人 有时候 我们以为命运给予的苦难 是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 可回头一看 这个世界上 总有人在用力地爱着我们 他们的爱和善意 就像海上的灯塔 照亮前行的航线 给了我们走出苦难的力量 在一期朗读者的舞台上 乔真展述了他和妻子唐国妹的故事 作为声音的艺术家 乔真为一千多部艺制片配过音 被尊称为电影艺制的守望者 谈起人生成就 乔真并未多言 反而郑重地说 我能冲下来因为我身后的人 我的妻子唐国妹 在看起来风光无限的人生里 乔真七次与死神狭路相逢 四次罹患癌症 曾经在两个月里 相继复发心梗 脑梗 这些经历对他来说 无疑是命运给予的沉重打击 但因为妻子的不离不弃和悉心照顾 他才一次又一次脱离危险 渡过了难关 乔真说 没有他 我早就走了好几次了 唐国妹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因为爱变得勇敢 成为了丈夫乔真的守护神 就像法国诗人彭尔沙所言 为了爱我们才存在 有爱慰藉的人 无惧任何事任何人 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 有些人擦身而过 有些人却愿为我们奉上一颗真心 用爱为我们点亮黑夜 这些爱值得敬畏 这些人弥足珍贵 人活着总会失去 但失去教会了我们乐观和坚强 在充满变数的生活里 你的心境决定了你的处境 人的生活并非千篇一律 每个灵魂都与众不同 放下心中的成见 再能看清世界的面目 而无论命运如何安排 请相信爱 勇敢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用Facebook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